相比于总统大选 对普通公民来说 中期选举实际上与之更为密切 除国会参众议员外 11月8日的选举将选出新一届的州长 检察长、市长、议员及相关公职人员等 这些职位与当地教育、医疗、公共安全等民生议题息息相关 各参选人也非常重视中国城的投票点 在10月24日提早投票日当天 第四区区长Jack就亲自到中国城投票点 看望一共团队 他特别感谢华人对他的支持与信任 他表示连任成功后一定不负所望 用责任与信心与大家一起建设美好家园 华人乔林李兆琼接受美南国际电视的专访 谈了他眼中的Jack 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我来美国已经快50年了 那么我的经验是 就是我们既然付这么多的税 那我们就应该要享受我们的权利 那这个我们的权利最重要的就是投票 你不投票的话 你的声音就不会被人家听到 那你假如说没有声音的话 这人家就不重视你 所以说我认为美国既然是我们选择的家 那我们就要关心我们的家 那我常常讲我从台湾来的 那么台湾是我的娘家 那我现在既然已经在美国深耕立足 美国是我的家 所以说我要参与关心我的这个自己的家 我很幸运我认得Caco差不多十二三年了 从他第一次选的时候我就支持他 那我觉得这个人呢 跟普通的政客不太一样 因为呢他对于历史哲学他很有兴趣 所以说他对于中华文化西方的这古希腊的文化 他都很有了解 所以说他比较有这种open mind 那么呢所以说我觉得 由于这个重新的re-district 那他现在Prescent 4 就是包括我们的A-Lift的Gianatown area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亚裔的这个选民的话 他能够当我们的commissioner 所谓的区长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说